很多天生比较瘦的同学都想练出手臂使自己看起来更壮一些 我们的手臂肌肉主要由公三头肌和公二头肌组成 公三头肌主要负责伸直手臂 而公二头肌负责弯曲手臂 今天带来一套乍家就能练的手臂训练 第一个动作是载具佛成 做的时候两手肩具比肩窄 稳定核心身体成一条直线 大臂夹紧身体垂直往下落 并垂直往上推起身体 注意力放在你的手臂上面 做不了几个的话我们可以先从柜子做起 第二个动作是俯身手臂伸展 双手搭在桌子边缘上 身体有控制的往斜下方落 使小臂和二头肌重合 靠三头肌发力伸直手臂 可以通过身体的倾斜程度调节难度 第三个动作是靠凳壁曲身 身体靠在椅子边缘 双脚脚号跟着底 小臂固定身体有控制的垂直往下落 落到大小臂层90度 攻三头肌发力伸直手臂 这个动作双腿伸得越直难度越大 接着锻炼攻二头肌 家里背包总有吧 我们用背包代替哑铃 大臂尽量固定 关举到顶峰停顿一秒 下放的时候控制速度 感受二头肌的挤压和拉伸 做完一侧换到另外一侧 通过背包调节负重 接着往包里增加负重 换成双手的垂直弯举 虎可朝上的握 主要锻炼手臂攻击 如果你的手臂是扁平的 那就要多练这个动作